她就把我第一次就這樣躲走了 每天洗澡都覺得很髒很髒 我根本很小心死 去年7月 一位沒有對外現身的女藝人 指控她遭到本土劇男藝人 馬又欣性侵 如果我有說謊話 我絕對會消失在台灣的演藝圈 案子發生時雙方各說各話 但馬又欣已經形象大傷 沒有通告沒有戲拍 談好的收入也全泡湯 不過檢放在半年多 抽絲剝繭的調查之後 今年1月卻決定 這個案子不起訴馬又欣 原告女藝人申請在意也不回 而且檢放在4月初 更大逆轉地認為 這名當初說被性侵的女藝人 不但浪費司法資源 還使馬又欣蒙受不白之冤 起訴她涉嫌誣告及偽證罪 要求法院從重量刑 哈囉 大家好 我叫劉少萱Lena 請多多指教 這就是被檢放起訴的 26歲女藝人唐少萱 2015年在三立出道時 本姓劉一些本土劇 如《西說台灣》 甘惠人生她都演出過 也曾經拍過廣告 當過主持人 檢方最初調查 這起性侵案時 也陷入焦灼 但後來是從兩人的 LINE對話中 開出端倪 還不來採貝 不要 採貝完又要被蹂躏了 我記得是你說想要啊 夫人不是吩咐養生 怪我囉 怪你 剛好 知道老爺也需要發泄 所以夫人只能將錯就錯 唐少萱原本指控 馬又欣是藉著要他幫忙採貝按摩時 突然轉為正面 讓他跌坐在馬的身體上 然後就霸王硬上弓 逼他發生關係 他因為掙扎手腳都有受傷於親 但檢方從兩人十多天的LINE對話記錄中 卻發現兩人不只言語親膩 女方聲稱被性侵的那一天之後 兩人卻更進一步以老爺夫人相稱 感情更好 而且檢方調閱劇組宿舍監視器 當晚馬送唐回家時 唐少萱神色自若 並沒有受控制的現象 再過兩天 馬又欣邀請唐和友人聚餐 唐不但主動敬酒幫馬擋酒 還與馬演出嘴對嘴餵時的戲碼 合影拍照時還高舉筆頁 一點都看不出是性侵被害人的神色 從這幾點檢方就對唐少萱聲稱 被性侵的說法非常懷疑 進一步追查才發現 唐少萱當時在劇組 也與另一名陳姓演員在交往 由於劈腿馬又欣 及陳姓演員之間搞不定 才謊上加謊 誤指馬又欣對他性侵 現在還被檢方要求從重量刑 JR 詞.: 標準 決以由 re詞